嗨大家好,这是四里小橘君,好久不见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呢我最近在一直关注一个叫做阿盈OO的一个up主 他做了一系列吐槽这个快手和抖音图文视频的视频 然后我就发现在他的视频中频繁的出现了一个人就叫做雨露哥 这个雨露哥呢据我了解他好像是在快手平台 然后通过对我们这些小女生讲一些非常温暖提心的话 这样之类的,然后就收获了很多粉丝 因为毕竟那个阿盈OO它是一个男生up主嘛 就是来做这个吐槽视频 今天呢我就有个女生的视角来看这个雨露哥的视频 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感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这个雨露哥的视频 这个雨露哥的视频呢是我在B站找的一个 时长快有12分钟的一个视频 让我们的全体女生一次性看够雨露哥 Let's start 今天有一个粉丝私信跟我说什么是爱情 为什么别人的粉丝都已经开始私信跟他说什么是爱情了 而我的粉丝永远都是让我早日变猪 早日变猪 好,我们继续 那我就回答你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你爱着他,他却爱着别人 爱情就是他开心,你也开心 他难过,你也跟着难过 爱情就是得到的不珍惜 得不到的却更加爱 爱情就是在你伤心的时候 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安慰你 我想问你们遇到这样的爱情了吗 没有 没有 再说这个叫做爱情吗 这个你爱他,他爱别人 这个叫爱情吗 全体女生 如果没有遇到,那还不快去寻找你的爱情 加油 你笑就笑,你为什么要舔舌头吧 哎呀 全体女孩,我警告你 不许再问男生流泪 更不要问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委屈自己 凭什么一直被感情伤害的是女生 其实被感情伤害的也不一定是女生 女孩,你要记住 你自己也是一个宝贝 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得到的 千万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何况,世界男人千千万 不行,咱就换 全身忍患,加油 他说这样,不行咱就换 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大龄女青年的数量 我们女生有多难找男朋友 他一定不知道 所以他在为你瞎吼 他说什么随便换随便换 根本就没得换 因为你现在的就没有 你换谁呀 换谁呀 有很多男的说我 刚刚突然出现的时候 我差点以为换了一个人 你知道吧 这个美颜有点过分了 你到底还是不是男的 为什么要一直去女孩子说话 那我就来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要去女孩子说话 因为女孩子天生缺乏安全感 而且又不会保护自己 我替他们说话怎么了 我以前就说过 我玩快手一天 绝对不会让女孩子被欺负 男孩子嘛 要大对一点 不要那么小气 我听女孩子说几句话 你就来骂我 说我想长粉丝才保护女孩子的 你不就是想长粉丝才去说保护女孩的吗 你在快手玩一天 你在快手罚他 一百个你能保护女孩什么样 而且女孩子哪有这么脆弱 你没有见过女孩子怎么去撕逼吵架的吗 你是眼珠豪 蛀 蛙 颜 蟑蠢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 有很多人说 现在的女孩子 都是野猫子 不 你错了 大部分女生晚睡 是因为内心里常长心事 有太大的压力 大部分女生晚睡 只是因为白天睡多了 好吗 好了 总的来说呢 作为一个钢铁侄女 看完语录哥的这个视频以后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懂我们女生 那本期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了 喜欢的话 请给我一个三连全体网友 做你该做的 白嫖算我的 下期的